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18间能源公司捐款的政治现金有8成给民进党 能源战争瞬间变蓝绿斗争 重启何时 重启个屁 请问持股不到1%赖靖灵当董事长 你图的是什么 他就是领域新的董事长 政治现金这种东西当然是要填给执政党啊 更何况赖爸爸还是新潮流派系前立委 还有两成捐给他党 已经是很公平了 在1%董事长的负责毕业下 云豹上半年营运成果比起去年成长21倍 看着一个能精准预测未来的经商天才 被无知者抹黑成绿金收割机 赖董一个震怒就变成前董事长了 两天前在脸书发表签字文 宣誓四点声明 任何指控都要有证据 坚定反核是一生执志 为守护台湾未来推动绿能 云豹能源是遵守证交法令的上市公司 你给翻译回 翻译就是老子不干了 怒辞云豹能源董事长 及所有子公司职务 而另一位有绿营背景的李退之 也辞去云豹独立董事 我跟家人一路以来都清清白白 不但是问心无愧 而且也都可受公平 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证据 认为我有任何的不法 任何的不正当的行为 请拿出你具体的证据去检举 去告发我赖平瑜绝对支持 每一个人用最高的标准 来检视这件事情 黑金传统敬旅国民党 党里从来就没有清白二字 继续紧咬不放 批评绿电赚宝 台电跌倒 质疑民进党政府收购能源公司电力 能源公司再捐政治现金给民进党 根本是绿能发大财的金钱循环链 他们公运版的价格在两年之内 就下降了30%左右 但是我们的兑州费率呢 三年竟然只下降不到20% 业者的利润算好好 算得好 稳赚 而且还很赚 云豹利用保证收购价格赚取价差 云豹赚越多 台电亏越多 博库亏越多 人民的纳税钱也亏越多 然后再左手转右手变成上千万的政治现金 我看你是不懂绿能勇气的意思哦 政治现金肯定是合法的啦 至于已经快把股本赔光 在破产边缘的台电发出声明 近年亏损主因 是战争导致国际燃料大涨 董事长简一的云豹公司则表示 公司持有的太阳光电暗场 政府标案仅占全部8% 政治现金借依法捐赠 近年营收大幅成长 是因经营模式转型 AKA奉公手法 谢谢指教 目前民调一路领好的民进党 要再切除了一颗影响选举的良性肿瘤 毕竟最重要的还是选举 被打了一巴掌后 也抽了对方几掌 说蓝色也有金银绿能产业 绿色可是合法的颜色呢 现在台电收购再生能源的价格 完全是依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是在2009年819取证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你 又是你 我想我反对辞职是要支谢的说法了 他请辞是为了更大的目标 请辞代表的是拒绝政治的张手 去扭曲女人的发展 这很清楚吗 中国好声音爆黑幕 华语歌谈天后李文 7月初才当事事 享年48岁 消息震惊全球粉丝 尽管李文已经离开人世 去年参加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 控诉赛职布公的争议 后续效应仍在强烈发酵 88.3 你们最低分的73 那个人可以再比一次 我的88.3的不可以 当然你们会所有都剪掉 当然你们什么都会剪掉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当然都会剪掉 我当然知道 这个叫做不公平 中国好声音变中国好黑箱 公开跟节目组思破脸 也让双方产生心结 17日为博峰传李文生前录音档 内容指控节目删减他的片段 所有付出的努力跟心思 被剪到就像他从没去过 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还在赛制遭网友质疑不公时 被节目组威胁要发为薄澄清 才能让学员有机会再站上舞台 此外总决赛时因腿伤严重 李文坚持不撑拐杖 不坐轮椅 跟导演说好要更改走位编排 却遭到导演恶意冲康 正是演出时当场在台上跌倒 我是在好声音最后那一天 10月14号忍痛 而且我的左腿 什么感受我告诉你 像是那种hypothermia 就是在below 40的那种冰雪 冷到是觉得是麻的 是我去了好声音室 把我的命都不要了 我的医生求我不要去 因为我这个乳癌是个ticking time bomb 他们把哲棚Q走了 走到另外一边不站在我的旁边 我站不完 我没有办法撑 我穿着七寸高的鞋子 28年做一个歌手 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这个叫侮辱 被欺负 我现在跳舞都不可以 跳舞是让我最快乐的 我不可以 好 你们先知道我的故事了吗 你这个小王八蛋 还有网友爆料李文跌倒当下 另一位导师梁静如立刻上前搀扶 却遭到导演痛骂 而在冠军赛与李文同台演唱的学员 黄泽鹏也在微博公布 他与李文当时所有的联系音档 前天晚上在排练的时候 我还问过新唐导演说 如果说我要是在唱的时候 可不可以回头 或者是有什么眼神交流 跟可口老师 他们说不可以 所以说最后唱完歌曲 我回头看到您坐在地上说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梦了 导演跟我说好 我们去改原本的安排 然后让你可以辅助我 是导演说的 所以我当场就说导演你讨厌我 你去整我这个是太过分了 你要么就是不要答应我 答应我就不要这样子对我 这个世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非常坏的 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子嘛 黑幕这个节目就是玩耍吧 这个游戏根本是随便乱玩 墙内的玩法从来不是公平与尊重 而是看你的家底有多厚 网友起底带头霸凌李文的女导演 其实是负责现场工作调度和灯光指导的副导演 是名家是背景强大的副三代 还是节目主办方的股东 有网友留言质疑 到底有没有这样对待coco 净遭本人回复确实可惜 不过谁让他阻碍我们工作进行 还有人挖出疑似他的小账 写说大号已经被你们骂疯了 我也被休假了 你们还想怎样 而今年的好声音 四位导师全部换了一批 节目也被发现疑似黑箱片段 看看画面中导师之意的艺人潘伟博 原本还很投入在选手的表演中 没想到下一秒 被突然转动的椅子吓傻了 当时明明双手都还放在腿上 椅子却自动转向后方 帮他做出了决定 当下震惊的表情 还有嘴型疑似说了句what 是谁抢走了我的转身扭 没关系 我还有我的表情 看着韦伯一脸惊恐的被转身 不管是真黑箱还是姐姐出包 中国节目你要跟我说没有造假 我也只能高歌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 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这个公司是不会让没有签约的歌手走下去的 不会 因为没有签证 我们第一季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个故事 你是火车司机 你是哪一家老板 或者你是出难员 其实都不是 其实都是做了很长时间的音乐人 或者是在那边唱了很长时间的旧吧歌手 但是为了经验效果一定要跟你们讲 他是农民 他是出难员 他是司机 所以大家回去看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高高了 环境不挂牌 上个月世界气象组织公布全球气温报告 今年7月已成为人类历史上 有记录的142年来最炎热月份 联合国秘书长更警告 地球将从暖化时代不如沸腾时代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刻不容缓 因应全球气候环境变迁 内法院在今年5月9日三度通过 环境部组织法 昨日环保署正式升格为环境部 并由前中兴大学校长 薛富胜接任首任部长 环境勇气不仅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跟全球大家共同面对 最严峻的一个挑战 环境部成立之后 我们会从以往污染管制 进一步提升为抑制管理 而环境保护的目标 也会更扩大更深化为环境治理 环境部辖下设有四属医院 包括气候变迁署 资源循环署 环境管理署 化学物质管理署 和国家环境研究院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 改制后将着手三大任务 从加速推动碳定价 资源循环促进法的修法 到建立环境智库 为台湾永续发展 做出贡献 如此有获利的开预算 这次我要看看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那薛部长是具有行政经验 跟行重力的科学家 我相信以他的专业 一定能让改组后的环境部 发挥更大的功能 让政策的推进更有效率 听蔡英文谈政策推进效率 就像王毕胜说爱情忠贞一样 新上任的薛部长位置都还没坐热 该处理的工作已经爆满 今年1月立院三读通过 气候变迁因应法 明定台湾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排放 8月探权交易所在最暖的高雄成立 只是探废子法的修订与机制 还没规划完成 至于另一项迫在眉睫的难关 基隆协和电厂四街环平案 这2018年来历经五次会议 进一次更因程序问题 遭质疑黑箱作业 也等待环境不及及处理 虽然心理的压力非常大 我会全力以护 以后会越来越重要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